Hello 大家好 這次又回到PocketMMO的帳號秘道事件 對了 如無以外今集將會是最後一集 因為你看到左上角這裡有一個以駁回的標記 為什麼會以駁回呢 因為它將這個文章再次刪除 即是再次不再任何回覆 或者是不讓我有任何的文章 OK 其實到了最後 如果你看到以駁回 相信大家應該都會猜到 是什麼 即是最終的結果會是什麼 相信大家都會猜到 而它的回應 我也覺得是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是 這個官方真是很有趣 好了 我們看看上次我說過什麼 好 上次我寫到原來只要有帳號被登入就是共享帳號 應該沒有盜取 我認為可以查 IP各方面的東西 然後下面一大段 大家這裡 上集可以看回 或者這裡再快速看一看 然後它又回覆了 用了五天時間覆 OK 那它回答了什麼神奇的地方 我們已經就你的方言面對你 我也不太明白這句是什麼意思 你仍然無法對你誠實 對你誠實 對你誠實 下句 你自己的故事甚至存在差異 我不太明白什麼意思 但你寧願分略我們知道你願意共享你的帳號 這一事實 但你寧願分略我們知道你願意共享你的帳號 這一事實 真的是什麼 大佬 你的文化好不可以好一點 我都 我都不太明白它其實是什麼意思 下一句 由於你不會告訴我實際發生什麼事 並且我們不確定你的所作所為 因此你最後將永久禁止 將互共享違反了我們的規定 你也上早已被拒絕 對 這個就是他官方的一個回覆 這個回覆是由一開始 叫我誠實開始去到尾 都還在叫我誠實 那我誠實什麼呢 其實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而且也是 那些文化是完全錯的 那些文化是錯到不得了 什麼叫我們已經就你的方而面對你 你仍然無法對你誠實 你自己的故事甚至存在差異 這一句都可以 但你寧願忽略我們 知道你願意共享你的帳戶這一事實 有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意思 我完全看不明白 每一隻字的意思我都知道 但它合在一起 我就完全看不明白 它這一句是在說什麼呢 不太清楚 由於你不會告訴我實際發生什麼事 不確定你所作所為 因此最後被永久禁止 這個我已經是預料了 但我猜不到 什麼叫實際發生什麼事 究竟可以實際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太明白 MMO的官方 請問實際發生什麼 實際上有什麼問題 實際上就是被人偷了 然後回報官方 有很多官方的態度對我 將會違反共享 這些一開始都知道 那它又 那我就再COP 我直接COP 我直接COP 我Youtube的連結給它 算了 好 那我就打完一大段的文章 那我就 跟大家講一講 好 這個就是上一個申訴的號碼 申訴號碼 請問官方 錢被人偷了 由商出現了一封自稱小偷 自稱小偷 雖然它不是真的小偷的意思 那個英文 如實回報你們 由9月開始 差不多9月中 9月14、15、16 這段時間 回答他們問題 不知道怎樣 覺得我不誠實 講一下實際發生什麼事 好 就是9月14、15 發現遊戲幣被人偷了 然後去到你們的討論區新訴文章 大家看看1、2、3部分 大家都知道 一直回答問題 然後最後被人突然封了那個回復功能 然後再次被轉介到現在所在的網站 再次回報相同問題 很清楚 對不對 然後你的管理員問 為什麼其他人登入我的帳戶的時候 沒有出現過驗證碼 我也想說 就是我一開始已經很少看到這些驗證碼 或者這裡有一個漏洞 你們自己不知道 然後一直堅信自己的系統很安全 一附高高在上的態度面對玩家 這個是客服 只是普通一個流氓 最後你解不解封都已經無所謂 有這些客服的遊戲 我不玩都罷了 最後都串了一句 這個遊戲客服都很好做 隨隨便便都可以共享帳號直接封人 如果你看人不信眼 你直接封我都沒問題 對 這裡就是我所打的內容 我個人認為 其實這個官方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不斷強調他的驗證碼功能 但是我在這個文章裡也說過 我是從一開始就已經很少看到這個驗證碼 是真的需要驗證的 或者是我自己有一個不同 不同於其他人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這個Pocket MMO 其實是那些 裝了之後直接放在HDD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我好像沒有遇過驗證碼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可能是這個原因 或者是有病毒的 有病毒然後就可以直接進去HDD 進去HDD 進去HDD 就不需要經過驗證碼等各方面的東西 對 除了這個我真的想不到 怎樣可以做到這個 這個舉動 再看看他回不回 我相信他也不會特別怎樣回 不過我就直接跟他說 我把這件事已經上載在Youtube網站 讓大家評論一下 亦都想知道究竟 各位覺得這件事的問題 在哪裏呢 究竟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都不知道在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就說我不誠實 我也想知道我怎樣不誠實 即他原本是有一個 他知道了整件事 但就說我不誠實 他又說不出是什麼 他不跟我說是什麼 他知道整件事的事實 你看他的回覆你就知道 他大致上知道整件事是怎樣的 即不要說整件事 大部分他都知道 但他就沒有跟我說 沒有跟我說 就這樣說由於你不證實 不跟我們合作 就封了你的帳戶 即是又是那個問題 你如果想拘捕我 你都要給一個理由 理由你都要合理 你沒理由說你都不誠實 不合作 我就拘捕你 沒理由用這些理由 去封了別人的帳號 封了別人的帳號 是不可能的 還有我也聽過 聽過一些 聽過一些PokeboMMO的一些 一些 管理員的事件 就是說 一些管理員的權力很大 他隨隨便便 封了別人的帳號也可以 封了別人的帳號也可以 另外有時候見到討論區也有 討論區很多人都說被封帳號 當然部分 有一部分一定是因為有什麼軟件的緣故 或者是一些 金錢交易 或者是有共享帳號才被封 但不是全部都是 即是不會 有一個好像不知什麼 申請幾次帳號 一邊玩一邊玩一邊玩 不停被封 我也想知道 不停被封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理由一直封完之後再開新的帳號 再玩 再用 再買 即是再用金錢交易 或者共享帳號這麼低能 我就不太清楚 現在這個MMO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這裡旁邊都寫了 分享的帳號是違反的 你將一位任何擁有你負責 無論當時是誰都視為違規 我這裡再次重申 我絕對沒有分享帳號給別人 就算是 都已經不是叫分享 是被人偷 就不會用分享這個字 看他怎麼回覆 我不知道他怎麼回覆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回覆 他也是說什麼不誠實 叫你誠實一點 你不合作 那一類的說話 我不知道他除了這些還可以說到什麼 這次看看是不是真的最後一集 看看他再會不會回覆 我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回覆 因為 在文章裡也說了 我已經預算是沒有得拿回 預算是沒有得拿回我的帳號 但我一定要讓人知道官方是這樣做的事 好 這次的影片就來這裡 我們下次看看還有沒有機會再見 PoketMMO這個就沒有 不會再玩 有機會再錄回以前MMO的圖片 或者一些 一些背景 或者一些團照 然後看看會不會再一次消毀 ok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見 剛剛發現 原來他已經完全不給我任何的 任何的申訴 我創建什麼都沒有用 這個測試一下 可以嗎 還是已經不行了 即是說他完全完全封鎖我的帳號 我已經不能說話了 ok 已經打什麼都沒有用 簡單來說 真的好厲害 這個官方 真是厲害 剛剛的影片可能不是太清楚 這裡再看一次 這裡是你的 你的公單 即是說你的申訴 你的申訴 只有一封 我這裡再測試一下 再打一下youtube上去 已經沒有了 顯示25個 100個都沒有 只有一個 或者這裡再試一下普通的 1 2 3 都已經沒有了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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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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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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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